大家好,我是MKC主播千佑 台湾的电子产业无论是品牌商 关键零组件制造商或是EMS公司 都面临相当大的冲击 曾几何时电子业令人羡慕的光景 在最近几年EMS厂不但利润大跌 从保三、保四进入保一总队 关键零组件厂及品牌厂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 今天我们将以破坏师创新的观点 以及产业生态系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 在2010年第四季最新的统计 全球PC市场占有力于大失去 连智慧手机族群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成长困难而且市场被瓜分 20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造成PC及智慧手机市场如此大的变化 原来苹果在2010年1月发表iPad 在同年6月发表iPhone 4 再加上提供供应应用程式App Store 让苹果平板及智慧手机渗透率不断提升 直接威胁到PC以及手机产业的生态 同时创造了华经济 改变人们使用电脑的习惯 哈佛大师克里斯丁生在1999年发表了创新的两难一书 强化了著名的经济学大师 何然人熊比特在1912年最早提出之破坏性创新概念 提出破坏式创新的定位在相较于让产品更好的持续性创新 以更便宜更方便的方式争取更广大的新客群 苹果在创造iPad及iPhone的思维 完全按照破坏式创新的理论在进行 从未满足的使用者切入 向前15度转向向后15度的哲学思考 以娱乐定义初画时代的产品iPad 取代电脑工作的需求 为了能随时随地的操作 放弃了滑鼠键盘的输入装置 创造了多点触控面板需求 改以手指为输入工具 10寸的面板尺寸也方便影片观看以及游戏操作 iPad待机超过7天 持续操作时间超过10小时的特性 也解决使用者必须随时找电源的困扰 iPad为满足广大使用者的需求 将功能定义在处理娱乐、阅读、上网、电子邮件 以互联网的方式连接所有的需求 为方便操作将界面与功能简化 透过直觉不经学习就可以上手 这在使用者界面设计上是非常大的突破 也造就了后来APP软体的特性 从破坏视创新的角度 苹果争取到广大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的顾客价值曲线 有益于传统的PC 是现行PC架构无法切入 且需求存在的 苹果的成功除了硬体满足使用者需求外 更重要的是它以使用者的角度思考如何解决使用者的需求 苹果运用APP Store 平台将内容提供者与使用者连在一起 使用者可以在平台上买到各种应用程式解决工作问题 也可以下载各种游戏满足娱乐的需求 看电影及连续剧更是不成问题 即使Android集团出现 也因为硬体及平台属于不同的系统 造成的结果就是创造平台的Google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制造硬体的公司还是因为产品缺乏差异化 进入红海的厮杀 这也就是HTC及红基的产品在市场上都失去竞争力的原因 原来他们都被破坏了 破坏式创新的威力可想而知 那如何找到破坏创新的机会 可透过市场调查与消费者的访谈 了解顾客需求 找到顾客是否有以下的现象 1.过度服务的顾客 尚未消费的潜在顾客 以及必须要完成重要工作而未被满足的顾客 在找到上述的机会点以后 设计产品或是服务流程 但是否具备破坏式创新的特词 则可以用下面三个实锐进行测试 例如 目前客户是否觉得产品太贵或太复杂 而降低使用的意愿 目前客户是否要去集中的不方便的地方取得商品 客户是否愿意花比较低的钱取得比原本插蛋够好的服务 低价的商业模式是否有利可图 新的破坏性解决方案是否可以一举超越所有现在的主要竞争厂商 若否则容易被幸存的大厂追上 当然破坏式创新的产品是不容易被创造出来的 但是只要能掌握使用者未完成的事 开发出能解决问题的产品或服务 在市场上一定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我是MKC主播千佑 今天我们探讨了破坏式创新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经营管理新知 欢迎上买MKC网页浏览 谢谢